街头艺人唱的有多深情 测分贝的就有多扫兴 短短8秒影片这反转 猝不及防 让人激好气又好笑 网友们误会大了 以为是捷运局刻意找查 北街表示 因街头艺人表演的长运是中山站 长收到周边住户抗议噪音 会在周五六 可用扩音设备时段进行分贝量测 背景噪音吵杂情况下 晚上7点到9点 不得超过91.5分贝 实测即使是密闭空间 同样音量分贝都在标准内 自己在演出的时候 都会注意我的喇叭的音量大小 所以我目前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被超过分贝的状况 那么以台北市来说 噪音管制区分为四类场所 以相提大道这边来看的话 这边属于第三类 日间是77 再来是62 以及52 那么如果民众 没有特别去做成情的话 环保局表示 不会主动来检测 否则可能会扰民 噪音要民众检举 环保局才会派人稽查 以距离扩音设备 音源水平投影距离三公尺 且声音感应器 在离地面或测量楼层 延伸1.2到1.5公尺测量 违规改善免罚 但不改罚不清 那以扩音设备来讲 大概就是要求 10分钟之内就要做调整 进行第二次 民众的一个层型 有超标的话 会直接以超标的分费数 去进行高发 开除的金额是 3000到3万元 街头艺人得靠声音 吸引路人 但乐音噪音很主观 传递歌声也要守规矩 守好荷包 TVB新闻 张敏如 宣彤 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